我们现在要和意大利最南部的繁佩杜萨岛所在街上 现在是前往机场的途中 这是一个有20平方公里的小岛 这里是非洲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跳马 很多人就从这里开始 看一看这道城市有些什么特点 有什么风光有什么风产 这个特点这个城市走开就几千人 在维度在维基贝克都查不到他的名书 这是一个非法移民曾经来的很多的地方 这些呢 但是我没看见街上哪一个是非法移民 偶然看见几个警察还是很少很少的 这就是他的最中心的街道 对市中心最反华的地方 就在这里 这就是拿配杜萨岛的市中心区 因为我是在这里 到charged 对这些都很少的地方 這还有很多的这个 在这里呢 只有客人 很多的这个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这个城市呢 景景比较单一 主要是游业和渔业 当然这个岛呢 也没法发有其他的 这个生 因为小岛本来就不大 所以它无法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我们看到这个城市 这个还是穿过它呢 看一看它这个城市 的风光 城市的风采 城市的韵味 这个 我们几乎呢穿过了整个城市 那这一段呢 不算是最法华最热闹的地方 它有一条件 那一条件人非常非常的 不懂 也就是那么 看着几十个的这些城 好了 这一段我们就不配了 好了 我们就要和拉贝杜沙岛 所在线了 在线了 我们在线了 拉贝杜沙岛 朋友们 我们来到了机场 这就是机场 几分钟的时间 就到机场了 这就是拉贝杜沙岛的机场 朋友们 我们要和大家 说再见了 这个机场非常之小 二十平方公里一个岛 你想看 它会有多大呢 一定是不大的 再想 而且这些人 我的包场都丢了 我很快就找回来 这类人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那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